我们很多战友就在乌克兰现在有一家人 他和他的舅舅全家都到了乌克兰 这个痛苦万分 他说我给我们领导组织上发信息 领导说马上就你们联络联络 联络联络信号不好 没了 找不着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战争已经开始了 他说这个非常凄惨 他说你看我这是从美国 我回到了中国 十几年效力 我这孩子长大孩子也来到了乌克兰 就是搞这个大飞机技术的 这个关键是不但不救我们 还这样甩我们 而且说战略需要你应该待在乌克兰 观察战争需要 还给一堆命令 你死你活跟没关系 用死你 这邪恶的共产党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中国 那个不要脸已经没法形容了 所以他说我现在我是伤透了心 我死不会回中国 那么他其中就谈 他说七哥 乌克兰这次的信息战打得真好 社交媒体是用得真好 而且他们特别厉害 你知道俄罗斯人用什么社交媒体 主要是Tesquan 还有Facebook 他们推特很少的 然后这个俄罗斯人接受的信息 包括Line他们也用 现在用的也不少 那么整个泽连斯基这个哥们聪明在哪了 花了很少的钱 把乌克兰的优势用起来了 所有跟乌克兰有关系的工程师们发动起来 你们要利用一切黑科技 让俄罗斯人内部瓦解 让全世界看到我们 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 这人心 它太重要了 你打人家家去 你把人家家里都毁掉了 乌克兰的工程师 他在哪的人 他也得上啊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看 特别是欧洲SWIFT 在清除这个事儿上 你注意到这个细节了吗 呼吁SWIFT清除的 最多是什么媒体 社交媒体 主流媒体 几乎人不敢说 七哥是唯一一个在呼吁说 你不搞SWIFT你就是完蛋了 而且影响特别大 你去看看 你们没有注意到 你上俄罗斯媒体 意大利媒体 很多媒体都在把我的话 翻译成话迅速传播 也就是十几分钟 我这直播那边就大量传播 所有的欧联盟的人 给我发信息 说Miles你刚才直播 什么土耳其人都发信息 哇塞 都收到了 你看他们多会用啊 人家Miles说 你们根本就是闹钟 你为啥不掐他SWIFT 掐他就完蛋了 再一个一万多亿的 俄罗斯的富豪资产 全在这个地中海 你为啥不才能做事 你看他们的社交媒体 用到什么极致 咱信任联盟也好好学习 优优独播剧 keys 感谢观看